长华新政府16日上午在社头乡 顺服工召开八宝顺干线 二水弹 田中段 社头段改善工程相关事宜说明会 借由行政院推动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有效改善灌溉渠道 解决农民用水问题 我们不不准 经过我们中央关注13的乡人市 灌溉的面積 差不多有两万多公斤 对我们的说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水利设施 在这里也要代表委员党 感谢我们农委会小厨长 对我们的关心 当然我们丹理会非常用心 所以特别的安排今天 共同心来说明这个法宝顺 收件的这个事情 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次的前瞻基础建设经位 能够把八宝顺盖又整修的部分 来在这几年内能够给他完成 也完成大家的信念 也完成陈委员跟大家的承诺 也完成县政府跟大家的承诺 八宝顺是彰化县重要水利设施 经过县内13个乡镇 灌溉面积21,400公顷 开设至今已有300多年 针钩水取因年代久远 出现崩塌及裂痕 造成漏水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1亿元经费 办理 护岸及沟取的整建与改善 保障农民的生命财产与农作物 我们要来办理护岸及交换经国的整建与改善经费 我们希望透过逐年逐段来改善 可以让我们整个南中华 我们这些农典的灌溉和白水 可以很顺序 我们农民的生命财产与农作物 都可以立即保障 八宝顺干线系统改善除了家汇地方农民 提升水资源运用外 同时也增强了防洪治水的功能 在中央地方及民间单位共同努力下 有效形成一道绵密的防护网 确保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益频道徐世昌综合采访报道